你提前學習 然後硬逼小孩學會 那你有沒有想過 小孩發展還不到 所以他一定學不會 所以今天他的發展還沒到 他的整個思考 還在具體思考期 所以他只能夠理解 很明顯可以看見的東西 你這時候就要教他 X代數的概念 他一直學不會 你覺得他不夠努力 但他就是發展還不到 所以一直努力 一直努力 又發現自己不如別人 這真的是最糟的狀態 小孩心裡面立刻形成一個概念 我就是本 我就是不夠好 我就是數學白痴 當這個概念在他心裡面 已經形成之後 我跟你講 再過兩年 他發展成熟了 所以他發展成熟之後 這時候他再去理解代數X概念 X的概念 已經很容易了 可是他一看到數學課本之後 他心裡面第一個想法是 我一定不可能 我是數學白痴 我就不可能學會 這些噪音立刻跳出來 否認他自己現在的狀態 所以在他已經全部身心完成 可以成熟的理解這個概念之後 他那個牆已經出現了 他根本拒絕學習 這樣子他會不會變成數學白痴 他一定會變成數學白痴 可是是因為你還是真正是數學白痴嗎 不是耶 是你把他搞定 因為你過早的違反他發展的時程 讓他去接受 他本來就還沒有辦法去接受跟理解的東西 這代價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不是 不是只要你用心教 不是只要你努力 你就一定會教出 很棒很好的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這世界早就和平太平 這世界就沒有遺憾 可是為什麼有那麼多孩子 他們在長大之後 對於很多過程就會非常痛苦 對於很多過程就會非常遺憾 甚至對於很多 小時候跟爸爸媽媽相處的狀況 就會非常憤怒 其實這些都是源自於 你可能有愛 你願意努力 可是你搞錯方向 所以你一直在錯的方向一直推進 所以你努力很多 孩子卻又覺得痛苦很多 那你也覺得自己身心俱疲 因為你已經很努力 你是一個非常努力的家長 可是你卻感覺 孩子一直不如你預期 你這時候可能也開始心裡覺得說 難道我想孩子就是比較笨嗎 難道我孩子就不如人嗎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是你搞錯 是你搞錯方向 是你搞錯孩子的本質 你不是看到牠有翅膀 你就覺得牠是老人 牠可能是鯊魚 牠可能是鯨魚 或者牠可能是孔雀魚 可是每一種動物有牠最強的價值 把牠放到對的位置上 牠就可以成為最厲害的那一個 我們不要一直把自己心裡的期待投射出去 我知道很難 要怎麼把自己放下 很真心的去接受跟接讓孩子真實的樣子 今天我們真的已經用Defail證明 也透過跳躍 幫助你把這一個可能是1萬分的難度 我幫你降到2-3千分 就是整個團隊在旁邊協助 所以牠本來的困難度 已經降低到這麼低的狀況下 我真的覺得 不去抓這個機會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讓人 不去抓馬封 沒問題 就算了 可以 是